一样先起坐在沙发上,说话声音那么轻,半米以外的距离就听不清了。 他说自己不是时常会感到安全的人,可上了舞台便立马自在的不得了,因为有音乐,有舞蹈,他不愿什么都不做,就成为别人目光的焦点。 红色格纹西装蓝色条纹衬衫红色长毛衣红色格纹西装裤monogram皮鞋均为goofy千鸟格西装蓝色条纹衬衫纤鸟金属戒指,均为goofy蓝色条纹衬衫,goofy黑色封衣8N8卡其色,领事上衣Dentisticex,皮质简单Private Policy条纹拼接衬衫卡其色封衣,均为Joya皮质与肤裤牛皮平底鞋,均为Loyal黑色封衫8N8卡其色, 领事上衣Dentisticex,黑色西裤,Politi,皮质肩带Private Policy,CBIOMC,剑部C系列,ECCO,千鸟格西装蓝色条纹衬衫,千鸟格西装裤,顾艳花皮质拖鞋,金属戒指,均为goofy blocktech,大衣UNIQLOU, Personified 又追着时间跑去,早前在采访里被问起,突然获得万众瞩目后你是去了什么,他答,宝贵的时间,如果可以随意买一样东西你会买什么,他答,买时间,关于时间,他曾审慎的考虑过,他说想买更多的时间,去做那些他想做,却没做的事儿,当出租车司机的念头,一样千玺不是最近才有的, 却是他在高考备考期间,最强烈的一个愿望,有时候脑子真的转不动了,他就索性情下,任由思绪乱飞,备考那花一直想这个,我能开出租,我一天能见好多人,但是他们都不认识我,我能在北京城里各种转,带着人去这儿去那儿,说完他笑了,一样千玺备考的地方,学习桌前面是一大厦落地窗户, 他眼就能看见头顶上被割裂成近自信的天空,夹在每天近乎五个小时学习时间里的,多数是一种叫放空的休息,想的到底是以后的事情,他想做什么,他能做什么? 一样千玺在那段日子里曾问过自己,如果有一天扔掉现在的一切,只剩四期,他会不会害怕? 我想,出一堆我可以做的事情来,除了唱歌跳舞演戏,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太害怕,即将到来的十八岁,段长中的成年,对一样千玺来说,每一次被不同阶段的生活为重任,就是他的成人里,十七岁至此的时间里,他是真人秀。 这,就是街舞中年龄最小的队长,受邀赴美官吏格莱美,街远电视剧长安十二十圈,和艳势凡之心青年,加入人创综艺节目换了之城,以及更多穿插其中大大小小的工作。 好像我的生活里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让我必须去做的事情,给我压力和困难,我完成之后,再回头去想这个过程,就会发现我身上好像有些和从不一样了,它好像真的不同了,就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 自我印证一样千玺,是在这两年对自我确保的,确切的说是最近一年,以前,我出去工作或者活动,别人,包括粉丝,会说我身上的特点,其实那个时候,我会觉得是因为我的身份,我是个艺人,我还是所谓的童心,我就觉得我只是被端到这个位置上来。 那会儿我不知道我自己哪些地方好,我也看不清我身上有哪些特殊的东西,这与自信无关,他需要自我印证,这,就是街舞时,一样千玺是年纪最小的队长,开头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他选择队员时的举心不定,说他年少智能,慢慢的,他在舞蹈领剧的专业性和天赋,以及波澜不惊道,性格渐渐露出, 旁人惊叹他五分钟内,就可以学会一个新舞蹈,靠看视频把动作的方法,上台尽可以做到近乎完美,更不用说其实一早他就明确知道自己的专业所长,懂得排兵布阵,纠结是因为珍惜,是他锋利的天真,划破了无畏的魔能两可。 今年有挺多事情,算是特别重大的任务,也比较困难,需要我一个人去做的,我发现我其实真的能做的还可以,我发现我有的地方是跟别人不一样,也包括同龄人,他用了还可以,是一贯的谦逊,时间往前倒转。 2017年末,他刚刚接演唱《安十二时辰》不久,受邀参与由周迅发起的,值得分享演员表演先得的节目表演者言。 那场谈话,除了周迅还有前辈演员王庆祥,作为后辈的一样先起初却提问,先少讲话,王庆祥分享了自由与少年工学习舞蹈,后考入文工团的经历,谈及舞蹈的肢体训练对于表演的帮助时,一样先起挪了挪升起。 后来他们谈起关于表演时是否要信任当下的直觉,谈起如何塑造角色,当时节目中配合的画面,是一样先起出演五月天成名在望MV的片段,那是他以此亮眼的表现,很多人说一样先起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演自己。 那场痛哭,他却是把自己真的扔进了黑暗中的,彼时他刨开记忆可些使联想,终归是有关自己的,比如以前演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,那个里面的哭戏,大概就是我很想参加比赛但是我妈不让。 这些情节是我在看剧本的第一时间就有反应的,我自身经历过的我有感觉,如果是在我生活以外的,我就,一样先起仍旧有很多的不确凿,但如同来自哥邦的河流终于到了入海口,千头万绪渐渐生出了模样,打破边界从谈话开始,一样先起,以一直保持这用手肘抵入膝盖的姿势,盯着地板,肯定又有些拘谨。 他讲话的声音很轻,因为气声很重,有十几个字的回答就像一阵风一样,将几件来在剧组的拍摄,他一下扭过身体,把一只腿晾在了沙发上,那是一个相对更舒服的坐姿。 拍摄长安是二十城时,有一个演员令他印象深刻,当时那场戏,是一个人被官兵扼住手脚,相见由于面前人说话的机会逃跑。 拍到最后一条石,这个企图逃跑的人,再一次被官兵抓住,并且是掐着脖子摁了回来,那个演员被掐晕了。 那种劲儿,我其实没什么表演技巧,我每次演就是靠真感受,什么感受来了我就演什么。 那一次,我印象特别深,就是他真的想往外冲,一让千玺说自己不大会主能,每天都很累,回酒店的时候时常感觉能量耗尽,他仍执着于直面每一次抵达的感受。 他害怕丢失了某种真,表演老师曾告诉他,一个靠真感受去表演的演员,若全无技巧,就好比一双孩童无侠的手,在杀举上反复打磨。 最终这种真会被损耗殆尽,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那样,但我眼着眼着就收不回来了,其实也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状态,想要自己更自主。 对,他选择中央戏剧学院,依旧在此,当然这是后话。 进而,他讲起了另一个角色,也是范之心青年中的阿易。 阿易不同于李密,更润血,更直接,阿易的身世吃折。 那种感情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,我也担心自己现场能不能演出来。 但是真的到了现场,我就自己使劲酸,想真正的阿易是怎样的,其实就是在想前因后果,那里好多关于他的线,可能理到某一条线,的时候你会有反应,是有鼻酸的。 然后就顺着这个让你鼻酸的线往更深的地方包掘,再加上现场的氛围和台词,一下而就出来了。 一口气说出这段话,一样天喜甜甜的输了一口气,像是每一次完成了表演之后的爽。 我觉得我演戏之后自己的情绪打开了,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感性的人,一样天喜强调着特别两个字。 他用了来形容从前的自己,泪点高,几乎不哭,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,演戏之后就不一样了。 曾有一个细节,是每每有人提起一样,先喜时一定会说的,就是他童年书桌上,陪伴他的职人军团,仿佛进一步坐着,而他自小就懂得够住自己的世界。 继而感叹他超越年龄的沉稳,然而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,真的不是在拒绝什么吗? 那些无时无刻存在的眼光,一护兵荒马乱的外部世界,可能是在拒绝别人给我马路让我走。 那些年,他的笑顶非因为快乐,很多次在台上面对旁人的要求,他想转过身去对自己说,我该怎么办? 我自己玩的那些指人,我创造的那些东西,都是我想到什么,我想要什么,我领着他去做异样天喜说。 李密在戏中最终跨出了敬爱思,而他自己于眼下,也正在经历着这般走出去的过程。 如若说从前他将自己封锁,是自洽,甚至自护,那么如今,亦让天喜亦强烈的感知,到自己渴望冲破那道门的念头。 他想要去选择,亦有能力拒绝。 红色格纹大衣蓝色衬衫,均为国土渴望自由,亦让天喜爱心基金,在他17岁的生日会上宣布设立,首期捐款150万,将用于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同伴计划,这笔捐款预计在10个村庄里同伴之家,将有2000年留守儿童因此受益。 这是他17岁做的第一件事情,亦让天喜14岁那年,他身边的朋友,开始资助四川山区的贫困家庭,亦让天喜了解到当时整个村子的贫困家庭都有人帮助了,只有一个孩子没人惯。 那年他刚刚出道,自己的零花钱也不多,每个月大多是进去七八百元,加上自己的衣服和一封信,这七八百就是他们一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。 后来他才知道,那个孩子每次都回信,都是姐姐帮忙带写的。 当时问村长,为什么只有他们家没人帮? 村长说帮助别人家的,相当于就是养这么一个孩子了,得这个孩子长大能帮自己做事情,因为这个孩子有残疾,所以没人愿意帮。 那一次挺那什么的,村长说的话我也能听懂吗? 反正那次我内心触动挺大的,外界眼里横空出世的宠儿,一倒就见过成年世界的残忍,我觉得肯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 但并不会觉得他们是弱势群体,有低我们一层的感觉,我会特别想去帮助别人,我不是想离他们特别远,我很高大,我站在高处,我来帮助你,我不想要那种身份,我非常想亲身到群体里,感受他们生活的环境,那种帮助是我生活上和你的精神在一起的感觉。 一生这段话,一样牵起讲得极慢,仔细睁着每一个用词,并且鲜少的抬起了双眼,真量,用科学研究表明。 在世界上存在一类高敏感人群,这类人群能够跟完整细致的处理万不世界的信息,对周围环境有很强的感觉力和洞察力,能够很快发现一些场合的异样,也因此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一个人的独处。 一样牵起独处的时间很少,很少,去年,他坐了44个小时的火车去云南,住在尔海旁,那天晚上尔海下了雨,风,声特别大,房间外的湖面搬腾着,还有激烈的雨滴打在地面的声响,一样牵起掏出手机录了20分钟,离开尔海的日子。 他偶尔会翻出来听,最近住在象山的剧组,从阳台望出去也是海,东海,不同的天气,海面的景色也不同,物件一片模糊,放晴了就能撇着暗旁高高低低的小山包,偶有了雨的老人乘木船飘在海面,他说他喜欢晚上,安静,只要让他一个人待着,脑袋里的那些问题便不再跟着他。 莫莱,我壮着胆子问了一个问题,你希望你的世界里有人吗? 沉默,本以为就此结束,忽然他又如名的气声说了两个字,希望,又此一阵风,可这一次,风被捉住了,本号同名公众号,L-O-F-F-I-C-I-E-L-C-N,来源于时尊号www.lofficiel.cn,让你的时尚高八度。 中文字幕提供